音樂 我是時間大學時尚設計學系 今年舉辦第二次畢業展 我們的主題是Riot 它涵蓋的意思很多 主要是所謂的一個喧鬧 紛亂的意思 時尚系的一個畢業展的一個主軸 分成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所謂的整體造型 第二個是所謂的沒穿影像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是設計跨界的時代 所以我們在同一個主題底下 我們會同時展現影像的一個設計 跟服飾造型的設計 那希望同學藉由兩個不同領域跟方向 來達到一個設計上的一個共鳴 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我們怎麼了 然後我們的設計理念是複製貼上刪除 然後我們在講的就是關於存活著學習到死亡的一切的行為 就是都是在複製別人告訴我們的事情 就是我們使用醫療用的紗布 然後上漿 然後去很多層的層層疊疊 然後讓它硬化 然後去翻拓一些我們日常生活的用品 然後把它結合在衣服上 就是我們的主題叫Utopia就是烏托邦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極簡主義跟那個結構主義 所以我們就想把兩個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那個創造畫面就是比較 就是極簡然後比較規律然後很輕快的畫面 烏托邦到後面一定沒有辦法維持住會慢慢崩潔 所以我們的服裝就是在下擺的部分就是做一些破壞的處理 我的主題是Urban Anatomy 就是這個主題是在講說就是用人體的骨骼來做一個就是比較意象性的發表 就在說就是其實服裝就有點像人類的第二層皮膚 那就是覺得現代人就是常常會用服裝或是外貌 或是給人的言情態度來武裝自己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就是有點像骨骼在保護內臟的感覺 那我想要把它給意象化 然後來就是作為我的主題的表達這樣